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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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雖然我在社團上面有看到說有人 有人就好像四抽還是幾抽就抽到了 真的蠻羨慕的 如果我真的可以這麼歐的話 當然很好啦 但是我覺得我不可能 以小八七他們的詛咒對我來講 我應該是絕對不可能可以抽到 三抽就抽中了 那我就把剩下的328 我們就來買三包 雲龍真的好漂亮哦 那他的樹枝呢 我就放在旁邊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這個樹枝 還蠻不錯的 只是就是 他的動畫感覺有點假假的 但是他好像 我有看其他就是陸服的玩家玩 就是騎著他過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想要 我們來看你看喔 他的機率真的非常低 他的機率啊 就只有0.4% 真的是超級那個的 好吧我們就買三包 好了已經收到了 0.4% 這4%能不能出現在這個機率上面呢 這0.4%啦不到4%是0.4% 真的是不懂為什麼 烏托邦的機率都這麼低 我真的蠻不懂的 我們先第一抽吧 拜託是好東西 煙花我傻眼 第二抽 寵物兩 而且還只有一個 真的太傻眼了吧 第三抽 好吧 真的是讓我覺得就是 嗯 有點傻眼的東西 因為這個機率真的很低啦 除非真的是有那種 歐氣滿滿的人 才有機會可以得到這種 就是雲龍 我覺得 但沒關係啦 就小八七八 我怎麼好像很失望 我們就繼續飛吧 我們飛回家好了 雖然我可以用爐石回家 但是我想要慢慢飛回家 因為這集主要就是 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烏托邦的更新的狀態 那 也講一下那個影片的問題好了 因為我又看到 就是有人又在下面留言啊 我的影片有時候 雖然多少會有預錄 像有些東西可以提早做的話 我當然會預錄好 然後這樣我就可以比較好 就是 有就是 算是日更的概念 就可能至少每一天 或者每兩天都有一部影片 但是我最近的影片 是讓我都沒有辦法 就是先預錄好 所以其實我的影片 都當下錄當下剪 所以你應該知道 真的多感了吧 所以就代表說 我就是 現在錄一錄 然後趕快傳一傳 就跟這個影片有點相似 好吧 那我們就先飛回家 因為 真的這集 應該說 烏托邦 真的 Diga他人氣已經下降了 因為他的 遊戲的人 就是 遊戲已經達到了一個巔峰值 我之前都一直在講了 然後雖然還是會有一些新手來加入 但其實就是 很多老手都退坑跑去別的遊戲了 那再來就是我會 因為現在又在拍實況 所以會比較有一個現實一點 這遊戲會陪我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我還要去思考 那像麥塊這種東西 為什麼我會一直玩下去 一直拍的 原因是因為 他是那種算是我休閒類的那種感覺的遊戲 就是他 我可以 偶爾就拍一下 然後偶爾玩一下 但是我不會就是 說 全心投入在 麥塊上面 原來 應該說是 麥塊可以讓我就是 久久發一次片子 因為 大家都玩過 那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什麼遊戲 所以我怎麼講解也沒有用 因為 他是一個飽和的 市場 以麥塊遊戲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飽和的市場 然後烏托邦呢 他因為 更新的速度 太快 然後 又加上說一些問題的所在 所以其實他變得就是 沒有那麼多人氣了啦 已經不像前兩個月那種感覺 那我還是會持續就是 偶爾發發一些片子 但是會有點俗稱的說 算是遊戲廢片的概念 因為 已經沒有什麼好介紹 像你說 要怎麼去拿弓箭或拿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玩法嘛 那 強不強那是 必然的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去拿捏 而且他是一個很主觀的問題 就是 他很強就是很強 他不強就是不強 那像我就是玩一個休閒巷的玩家 所以當然我對於什麼狩獵的東西 我當然一定沒有 辦法 給予完全的 技術 那這個技術也是一個 慢慢熟練上去的嘛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我沒 沒沒沒沒差就是 就玩遊戲 玩玩這樣就OK了 而且烏托邦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已經 對我來講 已經他已經到達了某種巔峰 除非他在 再多加了新的東西進去遊戲內部 不然他這樣子 和平服真的就是 說實在就變成 他真的是一個 很尷尬的位置 就可能變成是玩混戰服的一個 度假的中心 因為像可能混戰服會比較 來的有趣一點是 之後應該可能會有超加系統 會直接上去吧 就可以直接 把人家家喻的門打破 然後進去搶人家的箱子 那這種東西 當然不可能出現在和平服 好啦那 這集真的就是很尷尬 連抽都沒有抽到 這就是 可能也預告啦 說我之後可能就不會在 就是 花錢在買坐騎 除了就是進化我身上的坐騎外 其他坐騎我應該就不會買了啦 因為畢竟 你們看嘛 我買了這麼多坐騎 我還是在騎著小87 就是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小87真的在如果 以實際面來講要攻擊或幹嘛的話 你是課金型玩家的話 我真的覺得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實用型的坐騎啦老實講 其他像飛龍或其他東西的話 會覺得他是比較擋擋位置的 哦 除了那個什麼像風暴 風暴 風暴 風暴也是暴風失糾 那一類的東西 會比較OK一點 因為體積比較小的話 你這樣子打怪或 或在打鼓戰場 或者說你在天空 競技場裡面就是玩遊戲的話 這樣的狀態其實會比較好 因為視野的畫面會比較沒有那麼狹小 反正就是你們自己選擇啦 因為我只是一個建議而已 並沒有說說 不要就是因為我這樣講 然後就很像說我就是強迫你們一定要去買這個 我只是一個建議好嗎 好啦那 真的這一集就很尷尬 下一集可能也是吃的東西吧 因為昨天我有看到留言說 我本來是想說今天要錄啦 但是後來發現說 有就是 社團就是今天啊 就是一堆人在抽雲龍 想說來抽看看好了 反正我還有300多的點幣嘛 那商店呢 這次更新了 就是女生的妝啊 就是 夏天的裝扮 然後男生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還是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還比他們好看 那做棋跟載具就是 一樣就是什麼三棒子啊 還有這些東西 然後盡力浩浩這幾天打八折 所以有人想賣的話 可以就是 參考看看 好啦那就這樣子了 今天這集影片真的就是比較 說實在就是比較費一點啦 沒有要做什麼 好啦那 就這樣子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動態 就幫我按個訂閱 那記得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發布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消息囉 那我是阿歇伊亞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